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是侯孝贤导演的一部猜测之作 那时的武那时的侠 可能像电影里表现的那样 也有可能不是 那么接下来咱们就一起品读一下吧 安史之乱后 各地藩镇势力割据 或忠于朝廷或昭告反叛 李氏帝国勉强维持着表面的和平与威信 河北三镇之一的魏伯镇势力极强 他的中心对朝廷极其重要 故事背景介绍完毕 咱们开始说电影 上午聂尹娘和师父立于树下 师父诉说大聊的种种罪行 制毒是父 杖杀包凶 罪不可恕 你去给我干了呀的 聂娘引在树下 等待杨国语云的变化 在一暗之间 月起如飞鸟 谈之间大聊毕命 等手下清醒时 尹娘已踪迹全无 又是上午 聂娘引于树上 在杨国语云之间 她跳到大聊的房梁上 大聊正在和小儿捉弄蝴蝶 等婢女和卫视都退去之后 尹娘跳下房梁 看着大聊怀抱着小儿熟睡 迟迟无法出手 大聊猛然惊醒 拿刺客 尹娘一转身 踪迹全无 聂娘回到道观 师父怒问 大聊人头何在 尹娘答 大聊小儿可爱 不忍下手 道姑怒斥 以后遇到这种人 先杀其所爱 然后再杀他 尹娘不敢说话 道姑又说道 你现在剑术已成 但道心不稳 想要成就绝世剑先 必先斩断道心 去吧 回家将你的表哥杀掉 这叫杀哥正道 咱们这里介绍一下 聂娘的身世 他乃是魏伯大臣 聂风之女 十岁时被一道姑 用法术偷走 教导刺客指导 道成之后 白日杀人 无人能见 道姑以慈悲天下为名 四处刺杀不人之主 魏伯都城城门大开 道姑白衣白驴 尹娘黑衣黑驴 两人相继进城 咱们在开场的时候说过 李氏帝国影响力 日渐西伯 河北三镇之一的 魏伯镇 势力雄好 这次聂尹娘回家 就是要刺杀 魏伯镇主 田祭安 也就是聂尹娘的表哥 失踪多年的女儿 被送了回来 母女一别十三年 感情早已生疏 互相都不呼唤对方 在聂尹娘沐浴的时候 奶娘给她讲述了 这么多年 她父母的辛苦历程 十岁那年 聂尹娘被掠走 聂风夫妇 重金悬赏 求神问补 各种方法都用尽了 找不到女儿 直到两年后 有一个过路的商队 带来道姑的口气 说是跟着她学法术去了 道成自会返家 聂风夫妇这才消停下来 画面转到镇主田祭安 她正在和一个工装女人 你浓我浓 眼看着就要上演十八劲 重重的帷幕 后面一身黑衣的 聂尹娘现身了 田祭安拔剑来战 二人在屋顶过招 聂尹娘插招换势几下 就把田祭安踹那边去了 但是她并没有杀她 一坐脚踪迹全无 田祭安回到屋内 看到聂尹娘留下的玉佩 哎呀 这个东西我也有一个 瞬间明白了刺客的身份 这次表妹呀 说起来尹娘 其实是她青梅竹马的未婚妻 俩人都拉钩上吊 准备成亲了 但是那几年天下动乱 招义截度使原家 率领几万人投靠田家 田祭安本身是庶处 不是敌处 根本不可能继承王位 田祭安的母亲 为了巩固她的势力 与截度使原家联姻了 牺牲了聂尹娘 这才拆散一对小鸳羊 而之后聂尹娘痴情 田祭安数次闯入宫殿讨说法 被侍卫都打成重伤了 所以后来才除了 被盗姑带走这件事 这也是一段聂缘呢 聂娘之所以不杀田祭安 就是让她先看悔一下 几天之后朝堂上一番争论 田祭安的叔叔是鸽派 主张站到朝廷一边 被田祭安给罢处了 发配到了小镇上当官 为了让叔叔安全夫人 特意安排聂丰前去护送 并亲自警告自己的媳妇田园氏 三年前发生的活埋事件 不可再发生 好了 剧情发展到这里 故事中的三方势力 全都浮出水面 第一份 以田祭安为首的 魏伯本土势力 第二份 以田祭安媳妇为首的 想要逐步控制 魏伯翻阵的原家 第三份 以盗姑为首的 朝廷刺杀组织 专门刺杀那些 实力巡厚的大辽 其实盗姑的真实身份 是李氏王朝的某个公主 大唐李氏的历史 不知道大家了不了解 前前后后有几十个公主 因为嫁不出去出家了 这里面的东西 咱们就不细说了 反正盗姑让孽娘刺杀田祭安 并不是出于磨练道心 这是有政治目的点 而原家率领万人 投靠田家 也并不是真心归顺 而是伺机而动 最终取而代之 一旦有铲除田家势力的机会 绝对不会放过 三年前一个田家老臣 被原家找机会活埋了 这一次恐怕也不会放过 咱们这里就可以看出来 田祭安虽然是魏伯之主 但手中的力量 还不足以灭掉原家 当初田家和原家联姻 虽然结果是互相壮大 但也颇有一种隐狼入室的感觉 咱们叔说简短 田祭安罢处叔叔 并让聂锋护送 这一招叫坐山观虎斗 这里咱们要揭露一下 田祭安的阴险毒辣 你聂娘不是号称陆地建仙吗 我把你爹送到原家手里 看你出不出手 原家为了铲除田家这党羽 势必要截杀田祭安叔叔 到时候聂娘和原家必有一战 不管是哪家输了 对田祭安都是有好处的 最好聂娘能够战死 这样就没人能刺杀他了 虽然田祭安和聂娘是青梅竹马 但是不要对男人这种东西 有太多舍望 这都十三年没见了 田祭安怎么可能 对聂娘还一往情分 千万不要对男人 这种生物有幻想 绝对不行 这里的田祭安眼里 只有政治 没有感情 政治这个东西啊 没有心脂手软 稍有疏忽 家破人亡啊 上午 黑衣探子在挖掘坑洞 准备活埋田祭安叔叔 受伤的聂锋 被绑在树上 眼睁睁看着活埋 此时一个拿短棒的少年 路见不平 与探子们打在一起 少年的功夫不弱 但探子人多势众 眼看着叫被围杀 尹娘闪入 手拿匕首 吹灰刹那 几人同时被刺中 颈部倒地 少年眼睁睁看着尹娘 杀人于无形 傻了 尹娘护卫着聂锋和田叔 来到一处村庄 次日清晨 趁着浓浓雾气 戴着半个面具的杀手 精精而现身 此人乃是原家的王牌杀手 据说曾跟随武当山的老和尚 学过剑术 跟聂尹娘是同一个等级的 恐怖存在 尹娘迎出 二人交战起来 只听见群鸟精飞 黄骗七爵 简直看不到他们高速旋转的身影 啪 只听一声翠响 精精而面具 英僧而裂 面容浮现出来 此人居然是田继安的妻子 田元氏 田元氏一看过不了聂尹娘这一关 静悄悄地退走了 田继安有一个爱妾胡姬 近来怀有身孕 为了防止被田元氏发现 一直用鸡血冒充月氏 但原家口目众多 终究纸包不住火 被田元氏察觉了 原家另有一杀手 叫空空儿 他的神术 神不知鬼不觉 来无影去无踪 幼暗的丹房内 空空儿剪出一张人形纸 写上胡姬的生辰八字 画上咒语 念念有词 小纸人放入水中 随即消失不见 此时胡姬正率 众侍女退出 胡姬猛然察觉到一个庞然大物扑来 紧接着全身冒出滚滚黑烟 众侍女惊叫而逃 就在关键时刻 隐娘闪出 朝黑烟一戳匕首 滚滚黑烟变成一人形纸人 田元氏的居所里灯火通明 田基安脸色阴冷的 拿着纸人走了过来 这时要跟妻子摊牌了 田元氏把三个孩子叫到身前 一点都没有紧张 这三孩子在这 田基安敢杀他们的生母吗 再说真动手 可不一定谁赢 田基安咆哮一声 把屏风夸屏 砍了个稀巴烂 他的内心是充满绝望的 苦心栽培的大儿子 坚定的站在母亲那一边 他可如何是好 与此同时 众将士前去 缉拿空空儿 一开门空空儿起身 一排奴剑射去 空空儿站立而亡 引娘回山中见师父 道姑已等候多时 杀田基安 四子年幼 德傲必乱 弟子不杀 气氛冷静如此 许久过后 道姑叹气 剑道无亲 不与圣人无忧 你剑术已成 可惜不能斩杀人伦之情 终究成就不了绝世见先 你走吧 念娘退至山下 呼一下 枫叶炸起 道姑在背后偷袭 引娘本能反击 匕首一出 道姑收拾 引娘头都不回地 走了下去 道姑站在那里 一动不动 在原文里 道姑是死了 这被一击毙杀 但是电影里 没那么狠 没打死他 念娘只身下山 回到小山村 秋水共长天一色 落霞与孤雾齐飞 引娘采药老者 短棍少年 三人同行 一起走向了 没羞没臊的 幸福生活 本篇完 好了 念娘的故事 就这样讲完了 有些人会靠奇 念娘为什么会做出 保护田地安 势力的选择呢 七一是 引娘心中 确实有田地安 但是后来也放下了 七二是 但凡优秀的人 想要干大事的人 本身必须具备 独立思考的能力 不能人云亦云 别人说啥都信 师父说的也要怀疑 念娘狭肝一胆 心怀天下 这种独立思考的能力 他从小就有 而且古人往往更多 其一个细节 第一次刺杀大辽失败 他看到大辽和小儿 气弄蝴蝶 大辽并没有弄死蝴蝶 而是让他飞了 这在引娘心中 是很加分的 这个大辽是一个 慈悲的人 恐怕师父口中 隶属的种种罪行 并不是真的 这是第一次念引娘 怀疑的道姑 道姑以道家理论 洗脑引娘 希望她成为 自己手中的一把枪 但念引娘 是一个优秀的人 具备人性中的 真诚善良和美好 他对自己看到的东西 有自己的判断 不是你说什么该杀 就是什么该杀 你并不是我的评判标准 不管你有多强硬 多权威 你口中说出去的东西 多么像真的 但只要那其中隐藏了 假丑恶 那就是扭曲人性的东西 那你就必然会走向失败 这是更无不便的道理 人亏天不亏 世道转轮回 不信抬头看 苍天饶过 谁 不信抬头看